因为中国政府是一直强调反腐败的 那么对一带一路建设中间 如何加强反腐败 今天有一个模式的情况 我认为有两点 一个就是冲续委监察委发起的倡议 就是连级 连级政治手自路的北京倡议 这个呢我已经在昨天 我已经表示我们坚决支持 我们在不同场合都支持这个北京的倡议 因为一带一路的建设 是必须保证对腐败的灵魂能够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提到了 对于债务可持续的分析的框架 这点呢也能够使中国的企业 和其他所有参与一带一路国家的企业 能够如何来把握好发展 跟处理债务危机的关系 因为债务危机处理不好 就会给这些国家可能带来比较长远深远的影响 所以呢要解决好一带一路的发展 和基础设施的投资 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这个框架呢 也是会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谢谢大家 谢谢